希望所有市民特别的留意 如果任何人过去14天曾经在内地逗留 请他们不要进入我们专科门诊的范围 如果你本身已经有一个复诊期 你可以欢迎你们打电话来更改预约的日期 或者找你的亲朋处友帮忙安排我们补充药物 另外我也想特别提醒 在2月8日其实已经实施了一个 叫做预防及控制疾病披露资料规则 根据这个规则 其实我们公立医院医生 是有权要求任何人提供他外游的记录 如果有人涉及虚假报导 讲虚假资料 其实是属于刑事的罪行 最高的惩罚可以是罚款一万元 还有监禁六个月 所以都希望为了其他大众的安全 我们医护人员的安全 减低疾病 有可能疾病的传播 都希望大家留意这一点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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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